其實就是當這個事情一發生以後 我個人就非常難過 而且我一直在想辦法要來彌補 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高分低就的情形 其實我們用改登記分發的名額來補 那事實上就是在前面幾個學校 第一個它沒有高分低就的情形 第二個就是我們當初就是 各學校沒有報到的名額出缺的也很少 其實最主要就是 關鍵還是我們針對高分低就 那前面幾個學校其實沒有高分低就的情形 他們當初並沒有提供一些錯誤的資訊 譬如像建中北一米 當初它提供的就是門檻是380分 所以這些學校沒有錯 就是開放的名額非常有限 所以而且我們現在要就是登記的門檻 是每個學校的錄取分數 因為到底誰是自願進到你社區的學校分數比較高 或者誰是真正當初因為資訊錯誤誤判 造成高分低就的情形 這個很難來判定 所以我們現在決定就是從寬處理 只要你是申請入學的學生 你如果覺得你有高分低就的情形 我們都開放讓你來登記改 是吧 那剛剛我們提過就是在這個定定子 申請入學的分台 或是在分發的這個部分 有一些考量不可控的因素 跟考量的方面 這個不至於桌情 那就因為第一次連這 所以在整個參照方面 就比較沒有辦法的準確 那這件事就如此 我們是需要去做檢討來改善 我們自己說北嶼基連這 是否續辦的問題 我想我們是協討的結果 我們是希望能夠繼續續辦的問題